你要说在5月9号在湖南衡阳 有一辆轿车突然就开始溜坡了 在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辆灰色的轿车斜停在一束小坡上 一名白衣女子从一旁走过 背对着轿车的她回头的时候 发现轿车后溜 赶紧大叫并上前下蹲 用身体阻止了后退的车辆 随后一旁的几位老人也过来帮忙阻止了险情 视频最初在社交平台发布之后 被多个账号转发 并且配上了异响的文字 说什么 这一看就是女司机忘了拉手杀了 溜车了还敢用身体去打 丈夫停车忘了拉手杀吧 是不是差点害了妻子 都是各种猜测 可事实是什么呢 昨天视频发布者谭先生 接受了积木新闻采访时回应说 说事情是发生在9号中午12点左右 车根本就不是自己家的 邻居家里边有人去世了 一个外地的朋友赶来 就把车停在了自家的门前 妻子发现轿车溜车的时候 因为看到轿车后面有隔壁屋前的几个老人 正在聊天嘛 是他是出于本能上前去挡住了车辆 谭先生之后看监控也挺后怕的 据了解车主后来重新停好了车 表示是车子的手杀有问题 之前也溜过车 谭先生之所以将监控视频发到互联网上 是为了警示大家伙 溜车的时候不要坐人肉盾牌 非常危险 咱必须得说 谭先生的妻子第一反应是去推车 其实说明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但是这种做法不可取 如果坡再抖一点 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停车 熄火 拉手杀 这是我们在驾校学车的时候 教练再三嘱咐的要点 但一些驾驶人停车时 他总忘记拉手杀 数据表明说 溜车通常是由司机疏忽大意造成的 这除制动系统机械故障之外 十有八九是因为司机 忘拉紧手杀 挂停车档 包括在斜坡上忘记在车轮下边 电阻碍物所导致的 说了很多 我再给大家捋一捋 停车之后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必须拉紧手杀 尽量远离斜坡 在斜坡最好是带挡停车 而在斜坡的时候 那个车轮下面要垫上砖头等阻挡物 这停车开车都要当心 有些车溜出去 那就是追回莫